大家好呀,今天分享一家巴黎市中心的宝藏中餐厅,这可能是巴黎菜系最全且最用心的一家餐厅,看看我们都吃了什么吧,菜单在视频的结尾哦,两个东北朋友,两个杭州朋友和两个湖南人吃到了超好吃的川菜,香菜,东北菜还有杭邦菜,全场最佳就是这条鱼了,不对还有羊肉串,在巴黎找不到第二家放冷了都好吃,软嫩适中完全没吃, 没有三味的羊肉了 哇,羊肉串超好吃的 烤烧鱼是一道新菜,用小火慢炖大火收汁的方式,用着糖醋红烧口味的牛肥鱼,肉质鲜嫩肥美,如果喜欢亲爱的朋友,还可以尝试他家的烤鱼,烤鱼吃过很多回,今天就主攻新菜吧,果然就没有失望 烤鱼今天是川菜厨师作证,麻辣香锅穿味满满,听说餐厅还有东北厨师和香菜厨师 而不是一堆调料的混搭和堆砌,哇他这个扣肉好糯啊,扣肉和羊肉串真的都是我们在巴黎吃过最好吃的,烤烧鱼也被我和东北的姐姐扫光了 这里,我们没有吃到浓浓的味精和火锅底料的味道,湖南人吃到了家里的糖醋风味,东北人吃到了一秒回国的酸菜,杭州人吃到了美味的狮子头,加上糯鸡鸡的扣肉,无可挑剔的羊肉串,朋友一开始嫌弃后来吃到停不下来的烤烧鱼,这大概就是一家好的中餐厅吧 谢谢大家